去年前在台中占語莎買得非常好 就是有一家大家知道的那一家 因為台灣人就是奇怪 就是明明就是買占語莎 但是對我來的話 那個不是這樣的占語莎 因為他們是用炸的 台灣人我真的發現 就是有一點奇怪的事 就是明明就是在台灣的店 但是日本人或是外國人排隊的時候 就是做口碑 很多台灣人會進來 就聲音非常好 所以後來你就花了一大筆錢 去請一堆日本人來排隊 對... 他跟一個人時機關注 沒有 雖然在台灣身後很開心 有很多朋友 但是有時候會忘記 還有在我們的國家有家人 兩年間突然我姐姐打給我 然後說爸爸走了 那就這是來不及 這是時間 對 這種狀況你的辦法 因為你要你自己的生活 你可能要是早上回去 但是這種狀況就是最困難 擁有一個自己的事業 是大部分人心中的夢想 今天這六位外國新男 也在台灣完成他們的創業夢 究竟創業有多不簡單 馬上來聽聽新男們 分享他們的經驗吧 你們在台灣創業的項目是什麼 嚇嚇大家 好的 我們先來看 感覺好厲害 表演公司 所以你們是表演一棟公司就對了 不是... 不是 我就是 因為我就是認識蠻多的 樂手 歌手 有的沒有 所以我自己有開了一個 表演公司 因為像晶晶公司 我們接了很多活動啊 婚禮 那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安排一些 跳舞的或是模特兒或是演員 去參加那些活動 而且他會幫那些樂手老師做評分 有時候我去找他嘛 他就比如說今天吹薩克斯風的 我說哇 今天這個老師 外國老師吹得好棒 25名 他會幫每一個人評分 因為我是最後一名啊 好謙虛喔 那你這個表演公司成立多久了 我開了快三年吧 快三年 對啊 那可能是你來錄影的時候 就成立了耶 對... 差不多那個時間開了 有一次注意力划我 然後那個看好 就是注意力注意給我 就是一個鎧架好了 比如說 你外套是不是用衣架掛 有一點 變尖有一點 他手臂太粗 不是 不是 是不是他那個衣服的衣架 你幹嘛用衣架掛成公主秀啊 不是 那個是夾子夾起來的 我不是 我不是 他試的時候夾住有沒有 真的好人來了 在這邊買的在一個衣服 洗掉壞掉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好好講 沒有啦 就是杜莉啊 杜莉罰你 對 有時候罰我嘛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人真的很壞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就是公告公司罰他嘛 所以就是 第一次是杜莉先罰我 就是知道他給我的價錢 欸 還不錯啊 後來喔 他的價錢比如說5萬好了 後來認識到另外一個公告公司 這次罰我是10萬 你抽太多了啦 沒有 妳要想好我做了那麼多事情 我做了很多事情 你是不是打個電話給我 你抽太多了 欸 他跟你5 5抽 對啊 欸 另外的5萬是他的保釋金還是什麼 沒有 因為我還要請司機去載他 你看就旁邊再問他 蔡博文 後面太忙 欸 我比較想知道蔡博文到底在做什麼 對啊 好 我這邊說 圖書館的是的寵物靈骨塔 圖書館是寵物靈骨塔 這很新欸 這是什麼啊 我們呢 差不多2012開始開公司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找土地 蓋房子 房子就在這裡 他要找土地 在台灣嗎 在台灣 對 真的喔 好大喔 好美喔 這是你們 妳們現在 這在哪裡啊 這在萬里 萬里 萬里那邊 這麼好的房子 為什麼不知道孟多去住 孟多以後也可以考慮啊 他是只有針對寵物嗎 還是小梁哥也可以 喂 還沒有 還沒有 是可以試一試 什麼試一試 試一試 試一試 去開你的車啦 你也被移喔 小朋友才有的優惠 你才能試住欸 他說試一試 如果有需要可以介紹朋友 去看一看 那你先去試住啊 不用住 參觀就好 因為你知道我從小到現在 我的父母一直養狗 養貓 還有兔子 比如說就是我的爸爸 我們一直有很多寵物 喔 好可愛 好可愛 2012我朋友的過世了 所以我就陪他 我們去走一走 找一個靈骨塔 我們去了很多 但是都不喜歡 因為不太喜歡環境 或是裡面有點亂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想 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想法 可是這個想法是因為 國外有這個想法 國外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也有靈骨塔 可是比較簡單 他們就簡單乾淨 應該沒有那麼豪華的吧 對 可是講真的 你們那個是只有針對寵物而已嗎 對 對寵物而已 因為 不是 因為他那一棟很漂亮 真的 而且我跟妳說 寵物也很喜歡聽音樂 如果你需要表演 我待會兒要 給我們公司的名片 他們也喜歡聽音樂 不要亂拉業務 我從小很喜歡聽音樂 到現在也喜歡聽音樂啦 不要亂拉業務好不好 我們旅行社可以跟你配合 從國外去 國外也可以配合寵物靈骨塔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圖書館 因為圖書館就是這個 很和平的感覺 因為在裡面的人可以做看書 然後很輕鬆 因為如果咖啡廳也很舒服 但是有點吵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想法 就開圖書館 出的圖書館 所以這是我們的產品 這是什麼 這是產品 骨灰彈吧 對 這是我們的產品 如果你們要看就在這裡 上面還有貼鑽耶 所以這是一個書本 然後書在裡面 好酷喔 有產品這樣子 但是我在台灣也養貓 就在這裡 牠還在活著 牠還可以做成像本 對 但是我們就 就是牠 就是養貓 好棒喔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要做一個這樣子的話 大概價位在多少錢 價位 對 如果比如說簡單的五千塊 不是這個就火花 我們去解體 然後帶客人去那邊火花 然後火花結束了 就五千塊 就整個弄到好五千塊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比如說 你要館子就要加錢 比如說光子跟火花一萬一 對 然後有特別的 譬如說如果你要做這樣子的 貼鑽 另外家人 因為現在大家都把寵物 當作是自己的家人 對啊 他是我們的家人 是 所以這個有賺投 很棒 拍這樣子的產業要花多少錢啊 這個 好像很多 好像很多錢 因為我們賣了土地 我們蓋了房子 所以就是很好 要不要到底 差不多 乾爹 你六千萬就可以成立這個 因為我們有很多步驟 我們又小小的又大的 你獨資喔 我不是一個人 我們有幾個人合作 對 六千萬耶 沒有那麼多乾爹 六千萬耶 獨立開公司只花六十塊 六百塊 用珍珠板輸出一個招牌 就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 柏雯的這個 好棒 好棒 OK 講了六千萬的故事 之後也要聽我的故事 有點愛上跳什麼歌 你的 你的副業不是就是出賣人力跟 你那個營業額很高喔 好高 可是他每個月花很多錢 在買補給品啊 對 他只出賣 我本人不是啦 你到底副業是什麼 除了以前我們知道 跆拳國手這些 沒有 就是 好 第一個 就是大家知道我開拳館 對 開拳館 另外一個是 拳館 這是什麼拳館 裡面那個拳館 裡面那個拳館 沒有啊 不是這樣 可是夢多 最重要的你都沒有寫到 這個就是不好 不是啦 你以前有 拳館之前是開拳館燒店 對啊 那個拳館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嘛 那就是 之前我是教練 然後後來就是 沿北 又的地方就是要搬家 然後就是裡面的人 就不做了 所以就是我 那個後來就是加入這個拳館 然後現在的地方 開了兩年多 這個還好 那就是之前我做的是 在哪裡 在黃甲爺市 那個時候覺得就是 你知道嗎 十幾年前喔 在台中 佔館買得非常好 就是有一家 大家知道的那一家 因為台灣人就是 奇怪就是 明明就是買湛魚燒 因為他們也是用炸的 所以比較硬 比較硬一點 對 就像夢多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我說你覺得台北 有什麼樣的日本料理 是很好吃的 然後台北的日本料理 全部都是假的 有 對 有 好 我另外要說 那你台北吃哪家拉麵好吃 他說 真的啊 沒有喔 台北的朋友不是喔 現在台北很多好吃的餐廳 那你湛魚燒後來怎麼了 沒有啦 後來就是一開始賣的時候 因為是我用完全日本的口味 而且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的美乃滋是 你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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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的 會不會問題就出在這裡 對 手工的美乃滋 沒有 我跟她說 人家外面賣的是甜的 你的是鹹嗎 那你還不如做你的老本行 也是手工美乃滋 賺的還比較多 你那個時候知道 我每天早上起來啊 我用手做的啊 你知道嗎 那你用什麼 沒有 就是沙拉油 特別在哪裡 那個油嘛 那它醋 主要的是就是 美乃滋是 那個 假要吃太快的話 就是會分開 所以慢慢慢慢的到那個醋 很耗工 用手打 對 用手打 後來就是用那個很新鮮的材料 每天早上去浴產那個 那個賣鯊魚回來啊 然後她說 一開始覺得 台灣的朋友覺得 然後很多人還說 老闆不好意思 你的上次沒有熟耶 那後來 一開始聲音不好 但是後來發現很多日本人 日本的留學生 或是在台中工作的人 開始排隊 台灣我真的發現 就是有一點奇怪的事 明明就是在台灣的店 但是日本人或是外國人 排隊的時候 就是做口碑 很多台灣人會進來 就聲音非常大 所以後來你就花了一大筆錢 去請一堆日本人來排隊 對… 他跟一個人數六百分 沒有 鯊魚燒這個是 你為了要賣鯊魚燒 才去學的嗎 其實我之前在日本的時候 就在鯊魚燒的店有打工過 然後就是拿一家鯊魚燒 在九州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我為什麼問這問題 我以前在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有點忘記 那位日本朋友的名字 然後他之前也是在演藝圈 有時候會出來 就是接通稿 可是我真的忘記他的名字 然後有一次我在通話街 就看到他在賣鯊魚燒 然後他的鯊魚燒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你們日本人 鯊魚燒比較好創業 還是說 那個你說隔西間二嘛 隔西… 對… 隔西的東西非常好吃 對 那日本人覺得好吃 跟台灣人覺得好吃 這個很難 因為我一開始的問題是 我太固執 像走到就是箭子桌下去 所以日本人覺得好吃 但是不一定台灣人覺得好吃 台北的拉麵店也是 有些太鹹或太大 對 它是比較好做 你看大家去大阪 還不是在那邊排那個張魚燒 很軟的 但是比較好做 因為張魚燒就是對我們 很簡單的東西 而且麵粉的 它的成本沒有很貴 可是你用的材料 是從日本來的 還是台灣的 沒有 就是我是那個蔥 蔥也是伊朗的蔥 就像味的原料啦 台灣買的啦 但是那個我的醬 就是麵奶汁是 麵奶汁以外 那個醬是從日本進來的 醬是日本進來的 除了美奶汁它是每天早 那你美奶汁那些 油那些都台灣的吧 對 原料都台灣的 但是就是調味的方式 是日本的方式 對 那後來為什麼不做了咧 我老實講 因為我已經現在沒在做 所以我老實講 吃鹼的那個利潤 我一口是60塊 但是那個盒子也很貴的 防水那種的盒子 然後它的 所以就是買一盒才有20塊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排隊不好賺 很多人覺得那個 就是我賺很多 其實沒有 那平均可以賣到幾盒 一個晚上 我記得有一個晚上 我忘記是幾盒 但是我那一天就是 他很厲害耶 他很厲害耶 但是他也收過來了 大概是這樣子 不是他有萬一沒有扣除成本 對 鳳姐妹你看喔 扣一扣就是我利潤 那麼平民的賣 從早上到就是買到晚上 買出去就是利潤 例如說一萬五左右 那一萬五左右 我請了大公 例如說一個小時 一百塊好了 那兩個人有沒有 那這樣子就是也 賺不多 賺不多 白忙一場 你剛剛應該也利潤不高吧 其實大概利潤沒有那麼高 蠻好賺的 對 成本不高 利潤就是利潤很高啊 對 那就是利潤很高喔 成本不高 成本不高 利潤很高 利潤很高 對 然後 這個是你的T恤是不是 小韓國 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T恤跟這個牌子 小韓國雞蛋糕 這個是我來台灣 開產業的這個 韓國的小吃 對 因為 韓國的雞蛋糕跟台灣的雞蛋糕 最大的差別就是 裡面有沒有爆蛋 像台灣的雞蛋糕裡面什麼都沒有 對 雖然是我想說很無聊是不是 可是我們雞蛋糕 我們雞蛋糕裡面都有這樣子 一整顆蛋 所以你是特地把韓國毒雞蛋運來這裡 不是 最近有那個風暴 剛開始的是 就是為了看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 為了 為了現在的老婆 是同一個人嗎 對 同一個人 也不要想鬧事好不好 沒有一個人來了 可是我跟他一起玩一玩 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就收上的錢都花光光了 所以一開始我叫韓文 可是我想就比較特別一點 要開唱耶 然後可以跟大家說 韓國人的文化什麼的 所以我才開這種那個 韓國雞蛋糕 那你為什麼選雞蛋糕 也是因為它比較好方便操作嗎 其實滿簡單的 而且滿好賺那個 利率 因為你韓國雞可以賣很多東西 對啊 炒年糕 可是炒年糕別人有了對不對 可是對 以前有人在做了 可是這個雞蛋糕 我覺得我是好像第一個 在台灣第一個賣韓國雞蛋糕 那你有遇過客人問你什麼怪問題嗎 有 剛開始的時候 他 他有一個強客 他幾乎都每一天來 然後他問我很多東西 那個雞蛋要用哪一種 就是麵糊怎麼做 要靠多久之類的 他想要做一樣的東西 對 可是那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就是因為他很 馬來西亞我的強客嘛 所以我跟他聊很多東西 教很多 教很多東西 結果 大概 好像兩個月之後吧 別的夜市 開得一模一樣的 喔 明治也是一樣的 小韓國雞蛋糕 蛤 明治也一樣 超傻眼 真的 你沒有告他啊 沒有沒有 就是我也有一點好奇 他的聲音好不好 結果 一兩個月之後他就沒有了 喔 好像那個口味有一點不一樣吧 感覺吧 我覺得不是只有口味 是他粉絲很多 因為上個禮拜 我去他也去那邊買 一顆 我等了20分鐘 聲音這麼好 因為他一直跟其他粉絲拍照 拍照 喔 沒在烤 沒在烤耶 沒有 他自不在賣雞蛋糕啦 對啦 賣雞蛋糕啦 經營粉絲啦 這邊是一個粉絲見面會 真的 可以當你跟這個 法比歐有兩個合開這個餐廳嗎 對啦 我們是這邊開那個健康的咖啡廳嘛 然後為什麼我是開這個 因為就是我從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了我自己 吃的東西有點不習慣 而且就跑去很多地方吃東西 我覺得很油 因為我喜歡就是一個 很健康的一個生活 我覺得如果你很健康 就是你吃的健康你去運動 你的生活明明就是會變好多了 不是你一開始的行業 應該算是那個巴西梅啦 對 是因為我開始清口 那個巴西梅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必須要有一個地方 可以賣出去 然後任客人了解 這個是從哪裡來的 它的故事 然後它的口感 那是這個原因 我們再來決定開這家 才開了這個產品 對 那從你們整個 你跟法比歐合作 然後整個找地方 到整個開文餐廳 花了多久時間 從每一開始到第一天開嗎 很快喔 三個禮拜喔 他們超快的 三個禮拜 超級快速 那找地點什麼 找地點是我們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大概兩個月 但是找到了之後 我們動作超快的 算經營了還滿成功的 對 那柯子培呢 我最近在討厭開一個公司 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是什麼意思 空間出租啊 這個是因為我在台灣 我跟朋友們 我們打算拍電影 然後我們有很多問題 教導做影片的人 然後我們 我們這邊現在也寫廣告跟電影 然後一邊也可以給 租給別人一些空間的地方 比如說一些辦公室還是一些 好像我們的一樓好像是一種咖啡店 我給你看這個照片 所以 所以 我給你看 另外一個照片上很多 很不錯耶 對 所以這個也是因為我們 所以營業的時候跟打烊的時候的照片 不是 我一開始我在台灣 我最近開始用電腦工作 然後家裡有貓咪 也沒有時間 而且貓咪一直亂在那邊跑來跑去 然後去咖啡店的話 現在在台灣 你不能帶電腦進去咖啡店 真的耶 台中現在有這些 豆腐 新開的咖啡店 沒有 不能帶 他怕你在那邊坐太久 對 而且他們也沒有 你用他的網路要錢的 對 網路要錢 而且沒辦法充電 那邊完全沒有 所以這些一些地方 可以 可以做給這些導演 演劇作人 攝影師 所以這個公司 這個藝人 這個地方就是藝人的 那請問一下 萬事起投難嗎 對 所有的事情最困難 就是在創業 投過生就過了 創業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困難點呢 藝人公司有嗎 超級多 超級多 因為我本來在美國也有開公司 所以就是為了把我美國的公司 跟我台灣的公司 公司結合在一起 就是碰到超級多麻煩 你知道嗎 因為在台灣 每一個文件都是國語是不是 對 但是你要寄給美國的政府 要怎麼辦 你要先把它翻成英文 對啊 那翻成英文完 你還要找一個人幫你 就是簽名 證明這些東西都是對的 然後還有鷹章什麼的 你要集回去美國 然後媽媽也要把一些錢 寄到台灣這邊的戶頭 然後開一個外賓戶頭 超級麻煩 為了就是把我 好認真 不是騙媽媽的錢 他是用我自己本來的錢 寄到這邊 然後就是他要 反正就是又做了很多事情 那就是為了把我美國的公司 跟我的台灣公司聯合在一起 我花了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很快啊 這樣算快嗎 兩個月算快 沒有 還好 我跟你說 因為我哥哥是律師是不是 對 上個禮拜我第一次在美國開公司 下禮拜什麼都完成 但是在台灣不行 你還要招開機啊 然後有的沒有 就是在美國 因為東西都是英文 所以可能比較快 但是台灣超級麻煩 沒有 因為你開的是跨國際的公司 對 你開的話 你真的沒有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 要被審而審不過 而且我真的不懂 藝人公司跨什麼國 他就換 他就吃他 因為他不能找一個人頭當老闆 不行 沒有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我在美國開的公司 跟藝人的公司 是完全不一樣 我開了一個 你講的這不是表演公司的啦 對 放地 放地投資的 然後我就把我台灣的公司 放在我美國的公司下面 就當於我這邊的也是我的公司 這邊也是我的公司 聽起來好像不是一個很正當的交易 對啊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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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聽起來很多很複雜的程序 非常非常複雜 很麻煩 費丹你也是遇到這個狀況嗎 我遇到是類似的啦 因為就是算我們在台灣 已經住這麼久嘛 我覺得我們中文這麼好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還是覺得看合約的這個 我覺得是做生意是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因為 就是算我們可以看得懂一點點嘛 但是如果你要看那些 很多次你就是必須要 我必須要找我一個朋友 而且這個朋友是我要相信的 對 我要相信你告訴我東西是 對的 對不對 而且我必須要了解每一條 每一條 而且其實很多合約寫的都很 很麻煩 那個很麻煩 我覺得一個外國人住在台灣 二十年還是看不懂那些 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意思就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我的最困難的是這個 因為比如說開咖啡廳啊 可是跟你們合作 你應該可以出一份中文 一份英文的合約吧 那誰要翻譯呢 找公證 專門有這種機構翻譯那個啊 合約的啊 那個也是可以 可是那個也是不一定的 因為如果你很忙啊 然後你有很多東西要做 然後就是很多合約 你沒辦法 你要趕快簽名什麼的 他們就 你 可以找夢多啊 他英文那麼好 對啊 夢多 五千塊就好 五千塊 你最好就不要亂簽名 之後如果你需要人 我開另外一個公司 然後我在這邊 幫你找一些人 幫你翻譯 西班牙文也可以 對 如果負責任是外國人 就有很多問題 那當然 那當然 一個這邊 你還需要貸款嗎乾爹 對啊 因為你知道 我們需要花很多錢對不對 要賣2D 改房子 什麼的 所以我們需要跟銀行合作 可是很麻煩 因為負責任是外國人 他們不知道 比如說如果我們要接錢 我們的員工會 回到電話那邊 跟他們約 都說沒問題 你們就可以來就可以 一天都可以處理 之後我去那邊 不開外國人就不行 因為他怕你帶完款就跑了 對啊 合理啊 這不是公司 這不是人 不是我接錢 是公司要接錢 因為比如說你知道 有一次我們想買車子 我們就去買車子的店 然後他們說 你買車子的話 三個月不要付錢 然後過三個月就可以慢慢付 就這樣 但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就真的很麻煩 就要申請很多資料 然後要簽名 然後他們還找到一個 一個兩個 一樣啊 你如果在烏克蘭 碰到一群亞洲人 他也怕你說 戴完之後會不會就 對啊 跑走了 怕你是同投公司 對啊 但是實際上 如果銀行不鮮心好 算了 這個其實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這裡 客人不信任外國老闆 對 怎麼會咧 你做這一行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 如果老闆是外國人 其實很好對不對 但是很好是什麼時候 如果你進口外國的東西 比如說飛燈衣這樣子 他們看外國人 買國外的產品很好 或是如果你從台灣 出國到國外也不錯 但是如果你在台灣做生意 台灣人就有點不相信 但是你的 好像有什麼不相信 難道怕你裝錯罐嗎 還是 比如說有一次 我就在公司幫忙 我要接客人 我就看那邊 然後就可能看到我們的車子 就開門看 我說哈囉 他們就罐了 就不想坐車 我就說不好意思 是陳小潔嗎 他說是是是 我說請坐 我帶你去我們的園區場館 好 他們坐了 然後坐車子的時候 你知道就很尷尬 沒有人講話 我就跟他們 就像聊天 他們都隔絕被小到 就有一點不舒服 害羞 害羞 之後他們到我們的園區那邊 就開始問很多問題說 你們的公司 負責人是外國人嗎 我說是啊 那如果他拿我們的錢 跑去國外怎麼辦 把他等下五千塊 跑去吃什麼 台灣人真的會被騙怕了 疑心命就比較重一點 之後呢 他就問我們的員工很多問題 他們覺得比較舒服 覺得OK 我帶他們回去台北 他們聽比較友善 就跟我開始了解 然後覺得OK 我覺得在台灣 你怎麼可以 如果你開一個公司 你想知道 你想要你朋友都知道 你開一個公司 但是台灣的 廣告的方式是 大部分的時候 都要聽首歌 來跳舞還是唱歌 對 你沒辦法聽到那個關鍵字 我... 對 他真的還... 他立刻就出來了 對 所以我 台灣的這個廣告的方式 跟國外的廣告方式 完全不一樣 是台灣大部分的都要請首歌 但是我覺得我這些女生 進來我們的公司那邊跳舞 唱歌很奇怪 所以 我們不太習慣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 就請夢多扮女裝 不是 好可怕 我們請一個舞獅來開幕 這邊 舞獅 這個很好 很好 所以你是親舞龍舞獅到斯洛伐克 不是 不是 斯洛伐克 就是他那個 公用的空間 對 這個台灣人會喜歡 對啊 很熱鬧 聚集人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首歌好 而且首歌很貴 需要幾萬塊 一兩個小時是很貴 對不對 所以我們過來開始 為什麼後面看到 加斯汀跟少俠 他們都來喔 真的耶 對 他們 他是 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以後開幕邀請貴賓要慎選 在夜市工作的人 一定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 每一天 你們攤位不是固定的 沒有固定 不是固定的 像我們的夜市啊 剛開始的時候 好像沒有形容的感覺 所以他們不會給我們固定的位置 對 每一天都要早一點去那邊 然後排隊要搶那個 綽號碼排位置 真的 沒有 他一開始 比如說像通常夜市 他整排他是已經固定好 大家很多老手在裡面 當然 那像他如果今天要進去了 新人要來 剛開始的時候不能 就一個月 或者是一年半年 不能這樣 只有一天一天每一天 彈位置 所以我們的夜市其實晚上六點開始工作 可是我剛開始的時候 一點去那邊 下午一點過去那邊要排隊 等了五個小時 他說下午一點過去排隊 叫做每天早起搶單位 你字是不是打錯了 不是 我們夜市工作人十二點下班 然後我們洗完東西 大概睡覺三點睡覺 只能睡六個小時七個小時 然後就要起來耶 不是 五十都是六個小時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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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小時啊 不然要睡很久嗎 不 我們不是不體諒他們的辛苦 是說 他好像有一點太過幸福 不會 他真的被我一直嚇得有點 現在我變成 我剛剛以為他是早上六點要起來 對 我以為 不是 不是 沒有 可是因為他是在夜市工作 你夜市工作 我會工作他很穩嘛對不對 對啊 可是你平常出去晚上夜店 也是三點都回去睡到十二點多啊 差不多啦 對啊 不是 所以你們就是要這樣搶攤位 那現在還要搶嗎 現在不用 我是大概八年之後 他們給我一個固定的位置 對 你們一開始搶攤位會不會被老手欺負啊 對 差太誇張的 真的啊 他們怎麼欺負你 其實他們沒有給我像這種 我們夜市是這樣子嘛 大概就是 一排一排的 對 一排 可是他沒有給我裡面的位置 只有給我外面的位置 因為好像我是快撤到中間的位置 不是 快撤到中間的位置 裡面的位置都是已經固定的 固定的老闆 他們都拿到裡面的位置 所以新的人都是在外面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說 我在韓系也是賣雞蛋糕 大家要來一來 可是 人找不到 對啊 因為我們是外面 而且你看位又沒固定 在外面不是 就是人家如果從外面進去 第一個會先看到你嗎 可是我們有很多門口 所以 他不是在門口 他是在邊角的啦 門口那個更搶手 怎麼輪到他 偏偏角角的那種位置 可是現在其實這個 外面的位置對我來講比較好 因為 如果在裡面的話 就會擋到隔壁的老伴 炫耀文 炫耀文 人氣很高 對啊 這整片是炫耀文 OK 你們覺得台灣員工 跟你們國家的員工差別在哪裡 他們是這樣 員工容易對客人沒分寸 台灣嗎 台灣員工嗎 是員工還是老闆 沒有 員工啊 就是沒有辦法 公事分明的那麼清楚 你請的是公讀生嗎 那個張宇燒 對 台灣的員工喔 比如說他認識的人來 就說 哎呀 你來了 我跟你說 這已經是 可是台灣人就是這麼親切 沒有 我覺得很好 沒有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那個比較熱情 親切嘛 對不對 台灣人就是這樣 只要是有人在排隊 對 我在這邊弄 然後很多人在等我 他們在繼續聊耶 然後 然後我是老闆喔 他是員工喔 我說... 為什麼你來給你 那真的有點過分 那是我來的 而且他知道我的個性 我大方 他也是幫你 因為你每天也賣不完 賣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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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覺得 覺得有時候就是他過頭 就是員工的立場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在台灣 我對台灣的員工最 大的差別就是 台灣的員工有一些 他們沒有看所有事情 像我現在我的經紀人啊 我有其中一個經紀人啊 那就是 其中一個經紀人 你有六個經紀人 沒有 沒有 我自己是本人 本人的經紀人 六個經紀人 十二個車手 不要這樣子 因為有可能是一個禮拜六 可能有四場無場 然後有 他要帶其他的藝人去啊 或者是 然後確定他們有便當 什麼的休息室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 但是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是有一個經紀人 然後就 我就是要叫他 那我剛好我那一天在表演 我在唱一個婚禮 然後就是唱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然後我就唱到 一半就是突然 就跑上來你知道嗎 有一些彈 對 就是一直想要咳嗽 年紀大了 不要這樣子 然後就唱 然後大概唱兩個字 就快要PO音 然後就是 就是因為我在表演 在唱歌中 我也沒辦法就直接下台 去拿一杯水是不是 然後就看著我的經紀人 然後就開始比手這樣子 他 然後就看我 好像是他 跟他這樣子 對 手扭到了 對 然後我想說 應該是他在旁邊 看我在唱歌 然後就 他快要咳嗽 你可以重現一下那天的那個嗎 邊唱邊那個 對 你唱 然後他是 夢多是經紀人 C調 C調 C塊 I C 就類似這樣子 然後他 他看我好像是他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是想不懂 他就回去就說 他就回去就說 這工作好危險 杜立堅一直對我示愛 沒有 不要這樣 不是... 就是很誇張... 他什麼都不懂 我想說 這個人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就是等到 就是中間有一個 Saxophone solo Saxophone solo 我就是開始哼 然後就說 就是Kenny G那一個嘛 沒有 不是 對 那一天就是他 那一天就是他 對 我想 嗯 直接唱 直接唱出來 直接唱 然後他就說 喔 他說 喔 你這個 連這個你都不懂 你到底是這樣 他也太不注意了吧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很認真的 把這首歌唱完 然後唱完之後我想說 現在就是 結束我們樂手來演奏一下 然後就嚇一跳 我跟他說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沒有在看我咳嗽 他說 對啊 但是我這邊沒有水 我說 那你去找誰啊 去想辦法啊 你為什麼沒有去找一個服務生 他說 我旁邊沒有人啊 那你去找啊 就是要去找啊 對 他說 你又不跟我講清楚耶 旁邊沒有服務生 只有你跟經紀人 明婚 我都有點懂 我碰過這一種 就是說你在台上 有時候有什麼緊急狀況要幹嘛 他沒有眼神 他在刷手機 對 他自己在刷手機 對 他沒有在看你 或是在跟別人聊天 或是幹嘛 都是分 但是你要注意我在幹嘛 對 可是很多唱歌的人 他們去表演之前 他們已經會準備水分在旁邊耶 對 那你的呢 但是 對不起 我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件事情 我覺得你的經紀人做得很好 就是我家經紀人 上一次就是我要拍照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在 然後就是非常辛苦 就是那個 福利天生啊 就是還有就是肌肉的現場 很累 然後呢 我在拍一拍 這是我游泳池拍喔 然後是拍就是一些Pose 然後我也 我跟你講一樣 很渴 我想喝水 然後一直在一在的經紀人 找不到 在模特兒裡面找不到 你就在游泳池了 你那麼多水了 不是 真的 結果呢 他在幹嘛你知道嗎 因為模特兒很大的床嘛對不對 對 對 我有一個更誇張的故事 怎麼樣 我也是在插一個婚禮 然後就是剛好他們有一個 走到在中間 就是新郎可以 第二次進場的時候 走到這個上面 然後就是我想說 不然我就是下去打個氣氛 然後就下去啊 就去把新郎推開 然後跟那個新娘一起 沒有 沒有 那時候就是女性上來 然後走到底 然後唱歌就是看著我 那麼的客人那時候 拿回來的時候 我經紀人在旁邊 他說 他提醒你啊 沒有 我說是現在掉下去了嗎 他說沒有 你一上台就這樣子 然後想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沒有 我說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他說你已經在台上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對 他實際上是這樣 他怎麼有走後面誰幫你拉 沒有 你可以在我前面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看我就 例如說就看我就這樣子 我會大概知道你在我面前 我會知道 就比 那這個 這個不是最誇張 我說沒關係 如果你拉鍊沒有拉 那真的很明顯 我一開始想說 沒關係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我說沒關係 就現在把它弄好 好 過了十分鐘 我在刷我FB休息的時候 人家已經破這個照片 就說我 在唱這首歌的中間 拉鍊 唱得很好 但是拉鍊沒有拉好 我看到了 FB 有 我想說 Karen已經破這個照片 我看過 好慘喔 好慘喔 對 就是 對 就是他慘 對 也是有一種 員工 他們是覺得 他們做主 他們是覺得他們是老闆 譬如說有一次 我去咖啡廳裡面 然後就發現了有很多人 在吧台那邊吃飯 吃飯了 聊得很開心啊什麼的 我說 OK 沒有客人進來嘛 我們就對他們很好 我發現了 他們走之後 沒有買單 蛤 他們沒有買單 我說 怎麼這種狂狂 他們怎麼吃 而且吃得很好 吃得很多喔 他們就走到沒買 我說 他們沒買單嗎 對啊 怎麼假設訂閱這樣 我員工說 喔 我請客 她請客 我說妳請客嗎 然後 沒有 她是朋友 她是朋友沒關係啦 他們說以後 他們會帶更多人進來 我說 那這個成本妳又沒有付 對啊 她沒有付錢 還敢請朋友進我們店吃飯 我覺得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那你後來怎麼處理 我們就是跟她溝通 就是跟她說 她不可以這樣子做啦 這種事情不能發現 其實她已經這樣做半年了耶 太誇張了啦 真的 因為如果是在巴西的話 這個馬上就放掉 那請問你 你跟台灣人做生意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讓你比較深刻的經驗 台灣人有時候太 沒有計畫 太不急 那那時候你知道嗎 因為 而且是種孝通路就是很 那個政經很激烈嘛 每個人想要開 然後我找不到 還不錯的地方喔 然後就是我都會幫大家擦 就是那個人事的流浪度啊 或許就是旁邊有沒有就是 類似的拉麵店啊 就是比較有沒有 對手資料 我都見不到Panda找過 然後她說 嗯 還不錯啦 但是慢慢來 慢慢看一下 我說欸 現在是好不容易找到 這個馬上就會被切走 沒關係 多一點點看看 然後又找到另外一個 就是我Panda找到一個月 我找到 而且是我做功課 就是比如說 這個是比較有日本人多的區域 或許就是台灣人 那那邊的台灣人比較敢花錢 我都會幫她查 就是做得完美的事情 她說 我覺得還好欸 啊 我找到一個地方 這邊就好了 我說蛤 為什麼 因為這邊風水好啊 就這樣 我說蛤 風水好 然後主要的是 他的對面是已經有名的拉麵店 然後旁邊是牛肉麵的店 然後主要的是那邊的那個 客人的需求就是 大概是100塊左右的 比較便宜的 但是那個拉麵就是要賣 就快300塊 所以就找到就是 對的地點嘛 那就是 對 位置很重要啊 然後我想說 哇 怎麼那麼沒有計畫 我就後來 我就受不了 我就沒跟他們合作 後來他們是 硬要開喔 兩個月就到了 我的事業就很特別 是一個愛的事業 有一次每一個客人 他就等於換給我們的公司 然後說了需要解體 好 我們會問這個問題 然後回個問題是 那你的寶貝什麼時候走了 他就會說 六個月前 蛤 六個月前 然後原來是什麼 就 他有個小狗 就買祭司 他的狗走的時候 他很痛苦 很不舒服 他就沒辦法放棄 所以他就放在他冰箱裡面 蛤 放在他家裡冰箱 對 放在家裡的冰箱 之後過了一件事情 六個月他就感覺已經OK 他就給我們聯絡 可是究竟是什麼 你知道我們的員工全都被解體 然後就看他的冰箱 就這個狗在裡面 然後裡面附近就食物 就他吃的東西 我的天啊 所以我們的員工是 一方面對 就真的只是真愛 但是一方面就有的時候 這太誇張了啦 歡迎我們所有離鄉背景來台灣 辛辛苦苦工作的型男跟女模們 來自於法國最性感男模 這是後面所有的人 最應該來台灣的一位 Yeah 他來了 救了台灣女人 什麼位 來 來自於日本 芳芝業超級業務員馬丁 歡迎馬丁 不只找到自己的興趣 也找到了自己的春天 來了 對不對 他一踢就覺得剛剛夢多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再來是來自於加拿大 顏值超高 外籍中文饒舌歌手阿龍 阿龍 你的饒舌是中文的嗎 沒有人關心 謝謝 謝謝阿龍 謝謝 接下來是來自於德國全台最正 最正的紅豆餅的店長陳雪 你好 聽說生意很好 我是說他的紅豆餅 然後呢 聽說台語買通 很厲害的 接下來是來自於澳洲 咖啡機超級業務員彼得 彼得 你參的好像業務員 他就是 最後 也是一位來自於加拿大台灣 首位外籍的駐劍師 石川 光是看名字 他們以為他是日本人 你好 不要惹他 因為他是刀劍的駐劍師 以上是七位來自於不同國家的外國朋友們 是 那如果是台灣人剛到美國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看去哪裡 如果一般是去那種洛杉磯還是紐約 華人比較多都倒是還好 可是我一去我是去 維吉尼亞州 就是那種 全校只有我跟我弟兩個台灣人 然後當時我13歲去的時候 其實 那他們又 老師也算是會把一些英文不好的 全部聚集在班上的後面 叫我們自習 當然也不教我們 因為他覺得會拖累班上人的進度 然後就有一些那種金髮妞 他們會在我們的置物櫃 就是我們會有什麼生物課 然後會有什麼解剖一些什麼動物這樣子 他就會把所有的20 30幾隻白色的 已經被解剖過的老鼠死掉的 然後就全部放在我的記憶櫃裡面 然後我一打開 他就會整個掉到我頭上 好可怕 但因為我不怕老鼠 所以我就是先把它包好再丟掉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聽過 之前聽過有去美國讀書的人說 他們如果被欺負 就是要欺負回去 他們就再也不敢動你 所以呢我就想說 好 那你欺負我們華人 那我就用華人的方式 我就拿豬的內臟跟甜辣醬 去淋在他們的置物櫃裡面 所以他們後來就不敢再欺負我 後來有扮你為大姐嗎 還沒 因為英文還沒有 英文還沒學好 阿龍沒事不要欺負人好不好 好...但你不覺得去這種地方 沒有很多華人 你的英文會進步比較快嗎 進步比較多 然後也知道要怎麼去 對付像你們這樣的人 就是欺負別人的人 哪有阿龍的臉 就依附看起來會欺負新生的樣子 哪有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不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人 會這樣子對妳 妳哪時候應該沒有那麼美麗 是吧 我好好講話好不好 你剛才講話又破功了 妳是說她有動過手腳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現在 我說她現在很漂亮我不知道 她應該就是 就是她們在打仗的方式 她們應該是喜歡妳 然後妳知道 沒有啦 年輕人很幼稚 是女生啦 女生欺負 對 這個你 不會這個欺負的方式 很像我們在電影 傳統的美國電影都看得到的 大概類似就那種部署 對啊 印尼應該沒有這一塊吧 沒有 就是可能以前霸凌比較少吧 我就沒有遇到這種 對 那妳其他 妳剛剛從印尼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到台灣我比較不習慣 台灣可能很難交朋友 因為台灣有一個文化就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面臨到就是 一定會去錢櫃這個事情 這一定要去的啊 可是我好不能接受 就是 有人是主使者耶 真的假的 你愛去喔 很愛去錢櫃的人 對啊 我要告訴人家我的弟子 因為我就去錢櫃 就你要交朋友 他們會一直點歌 他們就一直唱歌 你就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你不會唱歌 剛來你不會就幾首歌 那讓你坐著 聽別人唱歌也就算了 但他們會說 你點歌啊 點歌快啦快啦 我幫你插播 就一直逼你 那就算了好 你硬跳一首歌好了 幫你點了之後 其實其他的人也一直插播 所以你很緊張的心情說 我待會兒要唱歌好 我又怎麼唱 一直很緊張 可是也一直等不到 所以我覺得那去錢櫃幹嘛這樣 有一個人跟你有一樣很深的感觸 真的嗎 那個人叫法比歐 我好瞭解你 我好瞭解你 真的 他很好笑 每次去唱歌他都不唱歌 有一次他註意唱歌 然後大家說 原來你唱歌是這樣 他就說你看嗎 我就說我不唱歌啊 對 就是這樣 在台灣快五年了 只有好像去年 兩年前跟你們第一次去錢櫃 因為我覺得很無聊 因為我不喜歡唱歌 然後我不喜歡這合到合醉了 那我就在在錢櫃要幹嘛 七位 新男跟美女為什麼會選擇 從你們的國家來台灣 對耶 而且為什麼會選擇 來了之後就這樣待著了 我是一開始是 就是日本跆拳道的國手嘛 那時候就是看好看到那個 台灣的國家隊 哇 超帥 那個時候韓國啊 台灣的國家隊超強的 那強的就是韓國的選手也會怕那種 但是有一次我在那個 2002吧 在德國有比賽 世界杯 然後那個比賽是 我是代表的日本 然後 然後 但是我跟那個時候的教練關係沒有很好 然後協會還是就是有些問題 那 我那個時候教授上 欸 我日本國家隊 沒有人幫我那個鐵平 幫起來 就是這邊那個鬆掉嘛 那就是他們不幫我 結果那個時候 剛好那個時候的台灣隊的教練 就是我的台體的教練做教練 他說你怎麼了 我腳受傷 但是問題是現在國家的比賽 通常不能幫忙 那個教練說 沒關係 來... 我是穿日本國家隊的衣服 我在台灣隊那邊熱身 然後就是跟他們那個練習 他那個安排我的膝蓋 我那個時候覺得 我決定 我是自己啦 自己想說 為了台灣這個就有點... 不是... 你好會拍馬踢耶 你可以講啊 不是... 沒有啦 是不是那個教練把你全身都包起來了 沒有 不是 我是覺得那個時候覺得 欸 因為那個時候我比賽表現得不好 但是我想說 啊 表現得不好 難道我代表日本然後教練也在 但是我表現得不好 但是我想說好吧 就是我有一點 我想要為了... 稱為為了他們的驕傲 懂得意思嗎 就是有一點 不管是跆拳道 不管是做什麼工作 我在台灣要發展得很好的意思 對 我想表現給他看 所以我留下來 我們問一下 法比喲為什麼來台灣好 欸 這樣比較好多了 前面的可以剪掉 我在跟很多外國人就是因為交換學生 所以我在法國學國際貿易 然後我是我最後一年的教練 我可以去國外念書 那因為我從小時候很會 就是常常旅行跟我父母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亞洲 那那時候其實我只有兩個選擇就是 去澳洲或是由台灣 在明川大學 然後一開始就是來台灣 九個月念書 然後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很...很驚訝 因為我知道他們都說中文 然後就是應該去買東西 我會看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我知道很有一個冒險 對 那後來發現就是台灣很安全 因為我騎摩托車 是 第一次忘記我的鑰匙在我摩托車上 是 我去明川大學就是念書 我說 我的鑰匙 我說我趕快就是會去摩托車 找到我就說 哇塞 就是很幸運的樣子 那因為你的摩托車不是全新的 沒有 不是這個原因 不是這個原因 在法國一定會被偷偷 五分鐘 五分鐘啊 不管新舊 而且像你在那種在外面 在公公車上啊 鑰匙上 抵丟你的皮包什麼 對 不少次就是被捡起來了 然後就可以拿回來 然後全部都在 真的 現金啊 信用卡那些 全部都在 我也覺得我愛台灣 因為台灣人就是多辦的是好禮貌 那你會愛加拿大人嗎 你看到阿龍會不會覺得很煩 你剛剛聊得很開心 你不要這樣子 不是跟加拿大差很多 但是我之前在加拿大學兩年國語 在大學 然後我要去大陸 我覺得可以哪裡做好多天 但是真的我討厭住在大陸 因為在在上海 如果你會看得到那個藍色的 天空 大家就是在天空 哇 牌子好怕 我說你在幹嘛 應該是 那個顏色 那個是很長 對 但是 我住在那裡一年 覺得不好 所以我要走了 但是我剛剛飛了兩年 睡國語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先去台灣看一下 然後我就待在台灣 只可能三十分鐘而已 我從那個台北的飛機場出去 我在等那個MRT來 是 然後我在等那個地鐵來的時候 我準備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誰都要跟我打架 只要上次我都要打架 但是 吃起來的時候 大家就是放鬆的 等在哪裡 就是都是排隊的 然後等人下車的時候 我覺得 哇 我愛台灣 好棒啊 因為大家都在排隊 他就是因為一個 責運的關係 就愛上了台灣 我小時候 然後我常常看 香港的電影 在澳洲 然後 就是 對 亞洲的文化 中國的文化有興趣 我覺得 要做一個小的旅行 亞洲的旅行 所以 我又去 來台灣 當 背包客 我發現 台灣人都是很好 然後 算我 我 搭便車 我去 我去 蘭嶼 可是 我 我以為 在蘭嶼有很多 飯店 什麼的 可是我 到了發行 都沒有 很多 對 所以 我就是 隨便 問一個路人 你可以 幫我 介紹 一個地方 我可以住 因為我 沒有地方可以住 然後 那個人說 請你 今天來我家住 哇 然後 台灣人很 對你而言很熱情 對 所以 你就愛上台灣了 對 我就是愛上台灣 我喜歡台灣 因為我是覺得 我剛來台灣 就是整個 你知道嗎 你在歐洲路上 你看人 他們都是很眼熟 然後都是 每一個人都管自己的 可是你來台灣 你好 你好 你是從哪裡來 我說 哇 哇 然後 他就是 他就是 歡迎到台灣來 然後 你要吃什麼 你要不要我帶你去 然後 我也是覺得 台灣的家庭關係 跟我們歐洲的很不一樣 你們反而比較喜歡 台灣的家庭關係嗎 對 真的嗎 可是我們都覺得 你們的家庭關係 好像比較親密耶 不是 我是覺得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跟我說 他以前住美國 然後 他媽媽生病 他說 我馬上回到台灣 照顧他 再度過不會 因為我們 就是我們 所以一直說 我們福利不好也是 有啊 有啊 我是覺得有 有點跟缺點啊 我發現 我遇到一些台灣朋友 就是買比較大的房子 因為要一個房間 給媽媽住 因為我說 給阿媽住 對 法國就是他們會選一個地方 然後就是放那個 養老 放阿媽工作在那裡 然後就 嗯 對 其實很明顯可以表達一下 就是說 因為中文 有孝順 嗯 英文沒有 沒有 德文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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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跟我說 他最大的怕是 對 也是啊 沒有照顧我們媽媽爸爸 可是你們如果是歐洲的人 或者是德文 不是已經很習慣 我老了就是要去養老院嗎 沒有 就是 跟那些老人 但好像只有日本 跟我們一樣有孝順這個字 有... 日本叫做是親孝孝 孝順的意思一模一樣 但是你們 會跟爸媽住在一起嗎 老了之後 看地方 那像我們比較像一下會 OK 我們就是會 對 那你剛來台灣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真的很誠懇的告訴我們 你第一分工作 養活你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這個好講嗎 好講 好講 那我是真的正式拿到工作證的 就是模特兒還有拍平面還有拍廣告 從這邊開始 第一個公告是比較多就是8萬多塊台幣 我想說哇 終於了解我的美麗 懂我的意思嗎 我就很開心 哇 我哼起來了 我拍到一個公告就開始 哇 結果接下來切的公告是一萬五 配角 然後接下來過了六個月 切到是平面三千塊 三千塊 對 怎麼知道 反正就是過了很久很久 然後 當然後面就是比較順利一點 就是每個月切到公告 但是我說真的 台灣的公告 預算大概五萬塊 那問題是你這樣子等於入不敷出 你怎麼還會選擇繼續待在台灣 因為喜歡啊 誰養你啊 沒有 都養自己 然後 是啦 因為但是那個時候 我所有自己的東西就賣掉 就是本來那 因為當國所的時候比較有錢 因為我有贊助 那就是 國家給我的錢很少 但是另外一個我收入 那就是存到這個錢 然後 但是我發現真的很喜歡台灣 那時候 現在 那我想說 欸 留在這邊 那就是繼續做 然後那個時候 我一年的收入喔 第一年的收入 真的 你還要繳房租耶 對 我那時候的房租費一個月遺忘 在那個東區那邊 那你還倒貼 嗯 但是 就是用我的卡 新有卡 還有就是 埋掉我的資金的東西 然後 大概 到 就是 欸 慢慢的慢慢的好一點 但是還是會虧減到 遇到Jimmy 那個洪天翔 嗯 那就是遇到Jimmy之後 他要不要問我說 要不要就是加入他們的動作組 那就是動作組 是幕後的工作 大家知道 比較穩定嘛 沒有辦法突然 但是就是比較穩定穩定 然後就是 剛好其他的 幕展的工作 就是演藝圈的工作 也開始順利 到現在 對啊 巴比奧你一來就當模特兒了嗎 在台灣嗎 你是 念書那九個月當了模特兒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在法國 嗯 其實我是比較在餐廳 打工 然後就是模特兒工作 我又開始 可是比較是愛好 就是一個零食 所以 我在法國 其實我的目標是先念書 然後再去巴黎 然後去那邊表演科當演員 可是 因為我在南法當模特兒 其實沒有很多機會 所以我開始拍一些 一張照片啊 然後拍一些廣告 一些 發聲說 可是 不是就是 對我來說一個 我的未來 而且就是在法國 真的就是要 一百五 一百五上 你沒辦法有模特兒工作 所以 一百五 一百五 一百不是幾幾 對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五 對 沒辦法去就是比較很大的模特兒公司 基金公司 那後來我來台灣的時候 發現在路上 很多次有一些人來找我 拍一些廣告 然後 我本來不知道台灣有一些 外國模特兒的食廠 而且那種廣告我因為是 比較那個 所以你可以拍 八個小時 然後再寄給你 兩千塊 三千塊 其實那個費用沒有很高 哇 這個照片是你嗎 好帥喔 沒有鬍子耶 沒有鬍子耶 你在法國的時候拍的 宣傳照 十七 十八歲 對 當然我覺得在台灣 我是外國人 所以我覺得會是比較簡單 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多外國人 所以你拍一個廣告 或是你拍一個雜誌 他們可能不會看你的身高 或是你的身材什麼的 因為沒有很多選擇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的 我知道這比法國不一樣 因為都是外國人 所以像很多 但是台灣模特兒 為什麼他們去國外發展 因為他在那邊比較有特色 但我是大概從十六歲 都一直對鬍子很感興趣 然後但是因為父母 就是我的學校成績也一直不錯 所以父母會一直鼓勵我去念書 就先拿到我的文憑 然後所以我先去念大學 然後大三的時候 有去上海留學 然後一直在做我的鬍子 所以先去加拿大 再去上海 回去加拿大 再來台灣 然後我有一年在這裡 然後發展也不錯 發了一些MV 就認識了很多人這樣子 然後我就決定 我想要留在這裡 就穩定一點 因為你每次都跑來跑去 很難就培養你的分子這樣 然後像發比奧說的 我們在這裡 就是比較有特色 所以我用中文唱我的饒舌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你現在坐在衛生 你要不要先唱一段 給我們大家聽聽看 一步一步的走 Where we going No one knows 把Focus放在目標 Don't give up 包小滑透 Yo yo 你看不起我的問題 I don't claim to be so 讓我自動自發 No I'm a hey CEO Yo Well though y'all know I kick the flow It's infinite get into it I'm sick of this I'm rappin' it I don't care what you take I不管 Yo yo this is free style Just let me calm it down Cuz yo 我覺得這裡一定有一個人想說 我聽不懂 馬丁嗎 很明顯嗎 我是真的聽不懂 我都是說中金屬的 對 我就完全相反 你一直在日本 雖然是發展得還不錯 因為你在日本 有找到你想要的音樂 然後你的工作 那你為什麼還要來台灣呢 沒有 其實因為那時候是 因為我把日文學到最高的程度 就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學了 因為你真的日文比夢多好 真的 對 我老師啦 沒有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應該要挑戰下一個語言嘛 那我覺得中文可能不錯 那因為在那邊 認識了很多台灣人 他們都說台灣很棒 什麼文化 大家都很熱情啊什麼的 一定要來這邊 那我就想說好 來台灣試試看 然後我就真的愛上台灣 就決定留在這邊 你在台灣一開始是有工作的嗎 沒有啦 就因為一開始 我是在這邊讀書嘛 學中文 因為我是不想做語言老師 我是覺得做語言的老師 就比較是沒有辦法可以進步 讓自己學會一些工作經驗 我現在要做一個基本的 就上班族的累積經驗 學會很多東西 可以就慢慢的一直升級 所以我現在要找一個上班族的工作 可是這種的在台灣 對外國人是真的很難找到 因為台灣很多限制 一定要有一定的學歷 在國外也要有這種 一樣工作的一些經驗 跟這種技能 對啦 因為你如果沒經驗 要來台灣進公司其實有點難 除非是空降服務 通常都是外派啦 對 除了外派 在這邊找就真的很難 可是後來我就是 有找到一個公司 一個新開的公司 他們就是覺得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那 所以我從那邊就開始做了業務的工作 你做了多久 那個公司 那一家應該做了快兩年 然後才換另外一家 對 那這樣子聽起來好像比得蠻厲害的 對不對 你就是來台灣就找到工作了 做英文老師 對 找小學生 小朋友 可是就是我 我可能太善良 太好 對他們太好 所以他們 會欺負我 你被小孩罷了 你被小學生欺負 怎麼欺負啊 就是 拿雞蛋丟他們 對啊 像那個 他們一直想玩遊戲啊 然後剛開始我說可以啊 可是 來考試的時候 我要比他們真正 讀書 讀書 可是他們就是 罵我 罵我 白目 很好 所以 比得看起來就是很好欺負啊 就是那種好好先生 感覺就是罵什麼 他都不太會 對 我想問你 學生罵你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什麼 老師你好 白目 我不想讀書 你白目 我的反應就是說 你要 英文 就是你用英文說他白目就OK啦 OK 石川 你生氣起來是不是很恐怖 拿劍戳人 對啊 但是 我沒有那麼容易生氣 而且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工作啊 鑄劍 我從小時候只是覺得非常有意思 應該是從十歲而已 我的父母告訴我 我看過一個電影 那個 阿諾薩金哥的電影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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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影裡面 他的 他的父親是 祖劍的人 從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個工作應該是世界裡最酷的 但是 但是我 小時候我不知道還有人在做 我也是之前 住在日本兩年 教英文 然後 有空的時候 我也是在找什麼特別的祖劍師傅 但是 日本人看起來 好傳統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又的啦 又的 又中間 日本的祖劍師傅 可能更傳統了 然後 但是他們也是好禮貌 他們不要跟我說不 不要說不信 但是我 我問他們 可以跟他們在一起說東西 就是 可能可以 但是 什麼 就是沒有直接拒絕你就對了 對 又有一個說 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住 跟我在一起 不會 那就是啊 很嚴 所以在日本住間要多久 但是 不敢怎麼樣 就是說 因為那個很傳統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是不是隨便可以複製的東西 他們是幾百人的歷史 那是我們自己的 國寶的東西 為什麼要交給別人 但是 因為你在台灣後來有找到了嘛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一段 他鑄劍的影片 2014年 他輾轉來到台灣 經由朋友的介紹 認識現在的啟蒙師傅 郭長喜 他會自己打鐵 打劍 不要 得罪到他 來 先看一下他的作品 這個 都是我們刀鋪做的 是 比較大的就是媳婦幫我打鐵 然後給我抹 給我做刀柄 從菜刀到蝴蝶刀 一應俱全 因為我們做我們自己的打鐵 所以全部什麼都形狀 什麼都厚度 都可以做了 都可以做 跟你們訂刀子的人多嗎 有時候是從什麼廟來的 他們要什麼特別的劍還是什麼 當機啊 當機要一些 之前那個 那個要用在電影 電影裡面 電影裡面 它這個是一體成型的 對 我們用一個火車釘子 然後變熱 火車的釘子 對 然後跟我們的幾千塊 用火錄黏在一起 請問你 這一排的刀子裡面 哪一把最貴 這個 為什麼 因為 這兩個最貴 因為... 這兩個 這...對 因為... 怎麼看得像雙刀 菁姐那種感覺 不要鬧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用好多我們的幾千塊 做那個幾千塊好麻煩 所以比較大的刀子 用比較多的幾千塊 然後那個刀把也是比較特別 這個... 這個刀把 就是看起來很酷 但是比較容易做那麼多 那這個最貴 是多少錢 這一把多少錢 這一把多少錢 這個... 三萬多 這個兩萬多 一把刀子要三萬多 對 這個很危險吧 這兩個也有送金一名 真的 謝謝 好棒的禮物耶 謝謝你 真的很棒喔 好棒喔 這個好特別喔 好棒的禮物 對 要跟那個高鐵的警察講 他是來表演的 對 我們現場只有一位女生是雪兒 一來就在紅豆餅店上班 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你工作時候的樣子 我也是覺得做紅豆餅 是一種台灣的文化 你知道嗎 也是可以跟台灣對話 台灣人對話 做朋友 認識客人 跟台灣人 台灣同事互相工作 我做紅豆餅真的學到很多 要 學到什麼 這個 對 以為說要用英文跟他講 媽媽 你不是有一次叫 逼我跟你們跟他講話 然後我想說 到底是要講中文還是講英文 搞不懂 所以很多人去跟你買的時候 會跟你說英文嗎 對 他們就不決定 到底我的中文有沒有好 好到我可以跟他們溝通 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 其實 因為你是講德文的 對啊 所以剛剛有一對母女有沒有 對 那個是母女嗎 那好像姐妹吧 母女吧 母女 她剛剛說她媽媽逼她用英文跟她買 對 可見她對她媽媽怨念還滿深的 所以你一去那個紅豆餅店 你一去跟她應徵工作就馬上上了嗎 我那時候 因為我剛來台灣 當然也沒有想到我要買紅豆餅 我是覺得我最大的問題那時候是 因為沒有一個人想要一個 17 18歲的妹妹要教妳英文 17 18就自己來喔 很厲害啦 不犯法的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當英文老師 我去不學班每一個都去過 他們說那妳幾歲 18 他說 妳 那妳的母語是 德文 他說 那我們打電話給妳 可是他們沒有打給我 所以我就是每一個 我那個時候我可以學 我可以教妳法文 西班牙文 德文 日語 他說那不用太年輕了 他們就是覺得我當老師有一點不合理 然後我一點都沒有想法要 因為我愛家崩 所以我還是都很認真在找 然後我剛來台灣 就是很有空啊 然後我去逛啊 就遇到我老闆 然後我那一天就是賣我的紅豆餅 我說一個奶油 他說 OK 我可以跟妳講英文 我可以講 跟妳講英文 然後我跟老闆這樣子做朋友 然後我們做一真實的朋友 因為我那時候 剛來台灣帶三萬塊台幣 然後到學院學校 我也沒錢啊 所以我就是說 OK 我自己可以的 我賣課本啊 然後我每一天晚上來台典禮那邊 然後我一邊學功課 然後一邊跟他的客人聊天啊 跟他聊天 然後他一見就跟我說 美秀 你還沒找工作嗎 找到工作 我說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工作啦 他說 那我們 我就說 好啊 OK啊 所以他也是算遇到好的老闆啦 對 因為他從朋友 他跟老闆從朋友開始做起 對 好在他會講英文 因為我是覺得 如果他不會講英文的話 他就不敢教我 在溝通上面 對 嗯 但是你覺得 你來台灣之後 你覺得台灣跟德國 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我是習慣工作很認真 可是我們德國人 大部分就是五點六點下班了 然後也賣不到東西啊 在家裡看電視啊 他們有的時候 就一天吃48個小時 然後都是在這邊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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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沒休息啊 一個禮拜一天休息啊 就很我覺得很 很厲害 所以覺得台灣人上班很工作很認真 很認真 那可惜我剛來台灣也是一樣啊 就是一天吃12個小時 然後每天就是一個 一個禮拜就是上一六天 有的時候是1點是2點 更到家 辛苦 聽起來好像外國人來台灣工作 一開始都蠻辛苦的 宇婕也算吧 對 我剛開始 我覺得演藝圈太辛苦了 因為你知道新人 你這一部戲其實錢很少 我記得我拍的第一部偶像劇 然後錢很少我就算了 因為進去公司都會抽五成 就抽了五成之後 還要睡差不多要到25% 其實我扣一扣拿不到四分之一 然後那個我 然後我大概 我大概才領到都七萬不到吧 那個就六七個月 然後你還有可能要做車費 或者衣服不夠有時候自己買 所以真的是倒貼 接工作 我覺得好辛苦 最後拿到身分證了 我就要謝天謝地 差好多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我剛來的時候 一個小時一百塊 那你賣便當是五十塊六十塊 就逛逛了 我是覺得我們 我跟台灣人一起賺的錢 我是覺得沒差 其實 是一樣的就對了 一樣啊 一樣啊 因為我們歐洲一個小時 你不要說歐洲跟台灣的差別 南部跟北部就差很多了 差很多 是真的 你剛到台北工作的時候也是一樣吧 那時候我工作一個月 就早上九點要進公司 然後晚上是規定六點才能下班 一個月我才拿六千 好 一個月拿六千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算是 一進我們公司是 因為我們是電視台嘛 那時候是我在做美術組 然後我就在要剪後製 要剪ES 然後就是很... 所有的工作 因為我進去一個團隊裡面 團隊裡面是我年紀最小 那因為其中有幾個 就是我們的長官就會特別 很不喜歡我們這種南部小孩 因為我們一定就是那種 你好 吃飽嗎 然後他就會很生氣跟你講說 你可以不要這麼的親切嗎 你太親切讓我覺得很噁心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你也不要跟我講話 你每天就是負責幫我買咖啡就好 然後他咖啡又是要的那種 你知道我們南部人就是加糖 再加糖 全糖 可是他就是一定要 就是無糖低咖啡因 還不能有 反正就是要的東西要求比較多 對 要的東西很多 然後他都喝熱的咖啡 然後有一天我就自己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覺得說 今天真的好熱 熱成這樣子 我今天貼心一點 幫他買冰咖啡好了 然後我就跟他買冰咖啡 我還想說再加五塊 給他變大杯的 然後都是我自己付的 然後我就放在他的面前 他看著那個咖啡 再看看我 再看那個咖啡 然後那一潑 他說我全辦公室的人都在看我 然後我就整個嚇傻 我不敢哭 因為當下我是 我哭了就很丟臉 我不能哭 我不能哭 我還這樣撥掉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 誰叫你擅自主義 買冰咖啡給我 然後我就說 沒有 因為 他就很生氣的跟我講說 就是你們這種人自以為很開朗 然後做這些決定 我不會覺得你做這些決定是對的 你這麼年輕 你就知道你要照規定走 你滾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走... 全辦公室只好三十個人耶 我就這樣走... 走出來 然後就進了廁所門關起來 就啪... 就開始大哭了 這個還可以哭 我曾經在剛入行的時候 然後拍一場戲在中英文化城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兩百多個群眾演員 然後那一天是要快過年了 然後女主角在那邊發紅包 然後我在拍一個戲 我帶背 然後其實是 另外一個主要演員沒有走好 但我那時候是新人 導演沒有罵他罵我 然後到最後一直都走不好 後來我就被踹了 你被踹 然後劇本就來過來了 就丟我頭 然後就是三字經就一起來了 然後那一天我 阿姨還來探班 還不能哭 因為哭了他就會叫你回去 對 不能哭... 對 所以我覺得當時候 當新人都覺得好辛苦喔 對 那個時候是這樣 好 那我的故事 根本比起來根本好 妳們那麼... 不好講 對 沒有 因為我是從小 就是被保護得很好 就是被寵...寵著長大 然後因為我們家都是 一直都是從商 就是世世代代都是經商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去了美國 然後要申請學校的時候呢 我就依照父母親的安排 然後去申請了一些 他們覺得很好的學校 然後也被收了 然後他們也要提供 就是全額的獎學金 可是那時候我就是覺得很無聊 我就想去讀音樂 所以我就離開維吉尼亞州 到波士頓去 但是我爸媽就是跟我下狠話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準時畢業 或者是你遇到什麼困難回來 你就這輩子都要任由我們擺步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發奮圖槍 我就也不想拿他們的錢 我就去考獎學金 然後我就又讀書 然後又去打了三份工 然後有一次就是走在路上 我還記得我要去上課 為什麼我醒來在醫院的那個急診室 然後整個肩膀全部挫傷 就是我室友說 他就是遠遠的看到我從對面 我跟他打抓呼 然後走...我就真的倒了 就因為沒有 連續三四天沒有吃飯跟沒有睡覺 然後結果那一陣子賺的錢 全部就是那一次的急診室付掉 大概一千八百多塊美金 我就在那邊 都沒了 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連我的房租 就是那一千多塊美金都沒有 這故事告訴我們說 在美國千萬不要生病 對 真的很貴 我補一個牙齒當時也是 就是補一個牙齒要980美金 980耶 好貴喔 很多人那個牙痛 寧願坐飛機回來補牙 對 我買機票回來還有剩 因為我拔一顆牙齒在美國 台幣差不多是六萬多塊 快七萬 台灣真是個好地方 對不對 夢多妳剛剛說妳有賣掉很多東西 妳覺得妳賣到現在 妳一直印象中 妳覺得妳最捨不得 但妳後來把它賣掉的東西是什麼 身體 沒有 沒有 那沒那麼嚴重 她是不會捨不得 她常常在賣啊 付錢給別人 求妳 不是 沒有啦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一開始就是演藝界 因為我對自己很大的誤會嘛 因為我是很帥的一個大帥哥 所以就是我的 不是啦 因為那個誤會 就是讓我沒有錢 就是演藝界 怎麼那麼痛苦 怎麼那麼難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我已經就是 開始做這個自己的目標 所以就是不能放棄 所以那個時候拼命的 就是譬如說夏天 不管是夏天什麼的 我在國附近的 可能叫那個跆拳 跆拳道什麼的 所以一百塊什麼的 還有 問題是我的工作證 是演藝圈的工作證 所以不能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朋友的餐廳打工 但是他給我的是吃飯 那就是平民的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 哇 沒有錢 沒有辦法生火 所以我那個時候 泰了那個手錶 因為那個打泰拳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嘛 然後就是比較有錢 我很喜歡那個手錶 我想說這個手錶 我的一輩子的手錶 然後呢 但是我真的沒有錢 沒有辦法生火 然後那個時候 是誰生病 是我爸爸生病 我要回日本 沒有賣那個飛機票的錢 我去那個手錶賣掉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我到現在 沒有戴手錶的原因是這個 我有一個 一定那個手錶買回來 在我的身上 對啊 全部的人來台灣工作 最辛苦的應該就是 沒有家人在旁邊陪伴嘛 雖然在台灣 雖然很開心 有很多朋友 但是 然後現在因為我們有 FB啊 可以就是每天可以打電話 可以簡訊 可以看就是影片 可是我們 可是有時候會忘記 還有在我們的國家有家人 就是我們可能打電話 不是跟 去看家人一樣 所以 對 兩年以前 我就是我跟朋友很開心 然後在餐廳 然後突然我 戒指打給我 然後說 爸爸走了 那就 就是來不及 就是時間 對 然後就是去年 是我爸爸走了 然後就是這種狀況 你的辦法 因為你要你自己的生活 你可能要是常常回去 但是 這種狀況就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三個月去 我去Kenting 我去Kenting One 然後我在 因為我阿嬤沒有手機 所以我在寫卡片 然後在寫卡片 要寫一寫 然後就 就 突然哭了 然後我就 好 一定要回去 那晚上我會去法國 我會去台北 馬上賣飛機票 對 夢多應該趕出也是吧 因為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嘛 爸爸過世那一天 你在旁邊錄影 對啊 是啊 所以那個時候 我也真的很難過 但是 我是相信是 我是他的驕傲 所以就是 但是我真的很遺憾 他走的時候 沒有辦法到他身邊 我真的也是難過 對 宇潔也是嗎 對 我也是剛好是在工作 然後爸爸過世 然後就想辦法回去這樣子 對 也是蠻難過 其實在外地工作 都會碰到這種問題喔 我家庭本來就很少 我是我媽媽 我奶奶跟我妹妹這樣子 那 因為我媽也 因為她是老師 所以她工作 也很辛苦啊 然後也沒有 比較沒有錢的 那所以我已經在這邊 這麼多年了 她一次都沒辦法來這邊 那因為我已經在這邊 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家庭 我 我當然也是希望 讓她也可以來這邊 看一下我們在這邊的 就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然後希望可以跟她一起過 在這邊嗎 雪兒呢 我最大的希望是 因為我媽媽幫我很辛苦養大 然後 雖然沒有錢 她的心裡都是在放我們這裡 所以我要讓她很驕傲 我現在 曾經就是要加油 我要把現在做的事情要做好 然後 造好的工作 成功的時候 我要她搬到台灣來 因為就是要給她看我 因為台灣給我很多幸福 我就是要 也是現在要給她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 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